2024年的春天已经开始了 你们的房价是回暖了还是又降价了 那么2024年刚开春之后 像这个几个超级的一线城市房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但是好消息是一些前二线城市和南方一些发达的沿海城市的房价 有几十个城市的房价是稳中回暖 让人也看到了房价有可能会触底反弹 但是作为华北的六个大的省市会省市 我们看一下房价都在不同程度的下落 可以算得上是开门并没有那么红 按照以往的经验 每年过完年三月份开始都会有一个小高峰的成交量 那是因为每年的一月份和二月份都是在年底或者是过年期间 几乎没有人买房和卖房 所以说这个两个月是出现了断层 但是每年的关年之后 也就是三月份一定会有一个短暂的小高峰 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交易量 但是很可惜今年并没有出现这个交易量的暴增 而且房价还在小范围的降低 那么房价降低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是好事情呢 还是一个灾难呢 先说一下现在的房价可以算得上是最近15年以来最低的房价 因为在15年以前的房价还属于这种初始阶段 啊 属于一种保底的阶段 大部分北方的一些发达的省会城市基本没有过万 而在15年前啊 像北京的房价可能也才1万多左右啊 像广州的房价也才七八千 我说的是15年以前啊 那么现在的房价可以算得上在这个不断的调试下跌当中 但是问题就是更多的普通家庭现在的房价还是高不可判 现在的房价没有交易量 其实严格意义下来讲 不是绝对的人都不买房子或者是不敢买房子啊 那么他的主要原因就是房价还是相对于收入来讲 可能啊 或许还是不成比例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家庭买房子来说还是压力超级的大 那即使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房价在陆续的下调啊 房价下跌的城市可能远远多于房价上涨的城市 即使是这样对于现在下跌的房价 很多很多人还是买不起啊 即使你去贷款那么贷款的钱 你终究还是要还的 也就是说按照以往的经历和经验 一百万的房贷贷二十年左右 基本上你缓缓的时候还要差不多接近这个数 所以说现在的房奴也好还是中心阶层 对于这笔账是明心这个再信啊 所以大家都比较明白 嗯比较理智 所以更多的人都不选择去贷款买房子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房价下跌 到底有没有到达一个底线啊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出解释或者是保证 但是可以预见的就是现在很多城市的房子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饱和过量 就像视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北方第二大省会城市 这些中间的别墅和旁边的高层啊 都在疯狂的打折出售 那么即使是这样 现在来看房的人非常少 那买房子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好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也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现在就是观望的人非常的多 但是买房子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终于一句话 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缺房子 但是他还是高攀不起 买不起现在的房价 哈哈哈 谢谢大家